我们的国际和国际的挑战 我们的国际和国际的挑战 我们的研究和研究 谢谢大家 中方已经多次用事实说明真相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 经济繁荣 社会和谐 宗教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香港国安法事实以来 美国个别政客所称的美丽风景线 成为历史 美方散布的这些谎言 谣言 一次次被事实真相粉碎 美国政客越是气急败坏的 重复种族灭绝之类的谎言 就越会暴露自己的霸凌虚伪 就越会降低美国的信誉和形象 就越会激起中国人民 因为对美国这些行径的愤慨 美国想甩锅给中国 这些谎言 恰恰都是美国自己 喜不尽的原罪和恶行 先说说这些原罪 美国印第安人 经历了惨遭种族灭绝 反人类罪的历史 至今还生活在保留地之中 非议美国人过去 在棉花种植园被强迫劳动 现在仍旧无法呼吸 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 目前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此外 关于美国的恶行就更多了 美国政府躺平抗议 让百万生命 为其不负责任和无能买单 美国持续不断的枪击案 平均每天夺取110多人的生命 这些枪击案击碎的 不仅是所谓的美国梦 还有无数美国人民的心 美国动辄、侵略和武装干涉别国 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等地 造成80多万人丧生 2000多万人成为难民 美方官员从哪里来的底气、勇气和颜面 对中国指手画脚呢? 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停止编造、散播各类谎言谣言 抹黑、诋毁中国 停止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应该做的是 切实正是自身人权劣迹 收起教师爷做派 把自己的国家 治理好 这是海黄鲍鱼干贝XO醬 可以说是妈妈料理的百搭神器 煮汤、吃火锅加上一条 汤头都超鲜美 现在也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订购 马上就能够拥有五星的食材 五星的口感的总统级的享受 谢谢大家